新鲜党港主審 十日晚两周年 无论是文化、广工、浪业建设方便 在中央与地区的努力之下 正出到台狱十一亿亿经费未来建设 今天新鲜党公社业体公社头前的公团 来基盘市政省各旗家围 新鲜党港主審就表示 未来亿党的建设创业公社团队 来推动美观性的乡情建设 新鲜党就近两周年市政省各旗家围 在我们住民社团政策的官务表演之下 流着进行 新鲜党也都是在 不管是国内大小的表演活动 新鲜党港主審表示 就近两年来 落列政策中央建设 在中央管府公民总共政策11亿亿经费 可以说是全国上街后土建国的官主民乡党 我想我们仁爱乡是现在全国原乡 最会争取经费的一个乡 举例来讲这两个月 我们内政部还有我们的营监署 还有我们的这个圆明会 总共补助了我们一亿一千万的 一个总经费的基础建设 这都要非常感谢我们县政府 还有圆明会的一个协助 今天不管是我们举例的车型吊桥 还有我们公路的这个更新 指信 也全力以赴 希望在地方上 在重大建设上面 都能够让我们的乡亲有感 在无法的传承 在客人运动会 一届不要在他手上 几半而且半到第二届 这个都是来一个创举吧 除了基层建设重大建设的政策以外 在关公文化的推动 也非常有创意 跟传言外力 圆明局在互新赏霉地区 争取了两千五百万的一个产业发展 那我们来香港所也在万大 亲爱这个地方也争取了 两千五百万的经费 那我想我们这个会 继续的来努力 另外我们住民 逐军用合逢民 香港所也很用心 促进博乐之间的感情 那我想我们除了 布农运 泰雅运 已经有多年的一个活动之外 我们去年 今年也举办了 赛德克运动会 来呼应我们族人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的这个百姨族的 这个火把节也是行之有年 我想各族群的均衡发展 也是相公所的责任 这处很多川庄代表 还有管理员林芳怡 廖文显 都很均定向公所的付出 乡业表示 未来会继续断了公所团队 为民来乎务 推动要不完成的行政建设 既然反昂昆插风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